越南正建议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500万剂中国国药疫苗的无常援助一条 语焉不详的报道最近引发了一些中国网友的议论 这条消息最初建于越南媒体 但没有详细的消息来源也没有提到这个建议 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越南哪个部门提出以及无常援助的背景 越南真的向中方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吗 在此前中国对越援助的春苗行动一度出现波折 越方撤回疫苗分配方案的背景下应该怎么看这个消息 一今日一条关于越南获取疫苗的消息在网上流传 在本周内越南将接受300万剂莫德纳疫苗 此批疫苗是美国政府通过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机制援助的 此外越南将从罗马尼亚政府接受10万剂疫苗 紧接着有一句很简短却引发关注的话 越南正建议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500万剂中国国药疫苗的无偿援助 我对消息来源进行了查证 发现此文的确看载在越南卫生部所辖报刊网络版上 越南卫生部官网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与军方有关的网站也转载了此文 除了提到越南建议中国无偿捐助500万剂疫苗 文章也还提到增加了 对辉瑞疫苗的购买 报道说 越南卫生部以同辉瑞谈判 将2021年第三季度的辉瑞疫苗供货量 由300万剂增加到350万剂辉瑞 将在2021年增加向越南提供2000万剂疫苗 这样越南采购辉瑞疫苗总量 将提升为5100万剂 那么这个报道中 越南对中方的建议目前赞 是没有更多信息 对它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行支持和佐证 但在媒体报道的背后 是越南对疫苗的迫切需求 二 越南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 南部重镇胡志明市沦陷 据越南卫生部消息 截至7月21日19点30分 越南 在过去24小时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43例 其中胡志明市3556例 而截至7月22日上午6点 越南在过去10个半小时 新增本土病例2965例 胡志明市2433例 至此 胡志明市仅在本轮疫情中 新增确诊病例就已增至43776例 在4月底此轮疫情爆发之前 越南全国累计病例数都不到3000例 什么概念呢 胡志明市人口约1200万 大致与武汉市相当 全院人口9800万 大致与河南省相当 目前 包括胡志明市在内的南方许多城市 纷纷进行了事实上的封城 越南官方 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 在文件中并没有使用封城二字 而是用社会隔离取代 河内也处于半封城的状态 此外 越南还处于严方私收保守都的状态 胡志明市前往河内的所有公路铁路 都已切断 客运航班减少到每天最多两班 与此相对应的是疫苗的低施打率 根据越南官方数据 到7月20日 越南完成两剂疫苗施打的人口仅有30万 任总人口的约0.3% 甚至一度有传言说 越南需要10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75%接种率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越南在前几波疫情中控制的不错 感染人数相对保持在低位 这让越南社会在心理上对疫苗没有迫切需求 甚至民间出现了不是优质疫苗 我都不要的骄傲感 另外一方面 虽然越南购入了大量疫苗 但在美欧疫情依然吃紧的情况下 疫苗交付依然严重之后 越南虽然5月就与辉瑞签约购买了3100万剂疫苗 但在7月接收到的首批辉瑞疫苗仅有9万剂 到现在一共也不到20万剂 另外他买的阿斯利康交付的也不多 迄今只到货不到50万剂 当下被疫情灼烧的越南 经济和股市也受到拖累 他正在千方百计 四处寻找疫苗货源 如果他希望求助中国是完全可能 也是正常的 三 中国与越南在疫苗援助上的合作 并不能说是完全顺利的 目前越南使用的大部分疫苗 来自于各方的援助 约通社21日报道 越南目前已收到逾800万剂疫苗 其中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机制 获取450万剂 报道强调美国通过该机制提供200万剂疫苗 此日本300万剂 中国50万剂 俄罗斯赠送1000剂 还提到各伙伴承诺未来时间继续向越南提供疫苗 特别美国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机制继续提供300万剂 与此同时 印度 英国 澳大利亚 古巴和德国已就疫苗援助 优先合作 向越南转让技术做出具体承诺 报道说 越南十分珍惜国际 有人对越南抗击疫情阻击战 给予及时和切实的帮助 可以看出 在越南接受的援助中 来自西方国家的疫苗占了大头 而中国对越南捐赠的50万剂国药疫苗 并不是无条件捐赠 而是通过春苗行动交付的 这一行动是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提出 为海外中国公民接种疫苗的措施 这50万剂疫苗于6月20日就运抵河内 聊而四天之后 中国驻越南使馆领发表谈话 表示根据中越双方共识 越南政府多次明确承诺 将中国援助疫苗优先用于在越中国公民 需前往中国工作的越南公民 以及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人员 越方有关部门日前发布的相关疫苗 使用分配方案 为按照上述共识 事先同中方沟通协商 中国驻越南使馆 以第一时间向越方表明关切 越方有关部门表示将撤回该方案 换句话说 这批疫苗援助的条件 是要优先用于在越中国公民 需前往中国工作的越南公民 以及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人员的 但根据越南卫生部 当时公布的疫苗分配计划 中国人优先接种的承诺 却并没有出现在计划中 也有细心的观察人士发现 在越南国家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 提到一个细节 这批疫苗是越南自己派货 寄到中国取的 而中国对老卧 柬埔寨等的疫苗 都是中方派遣专机运送过去的 直到7月15日 春苗行动才在越南正式启动 不少在越中国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终于打上了 看起来 这次应当是在中国使馆的交涉之下 越南方面终于信守了承诺 春苗行动目前进展顺利 四 那么如今越南媒体爆出 建议中国无偿捐500万剂疫苗 怎么看 第一 越南对疫苗的迫切需求是客观现实 越南社会动员能力强 有能力做到通过限制社会活动 来减缓疫情的蔓延 但它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最终需要广泛施打疫苗受疫情影响 以外向性经济为主的越南已经受到沉重打击 越共十三大提出 越南要实现两个100年目标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保持在10%以上 如果迟迟不能推进全民接种 越南的发展将受到严重拖累 第二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向越南快速稳定提供充足 安全疫苗的大国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 无庸置疑 第三 越南社会一方面在困境中希望中国是以援手 另外一方面也对中国影响力 有所警惕 这种复杂心态客观存在 第四 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复杂情绪 在此前春苗行动执行出现波折的情况下 一些中国网友 对越南建议中国 无偿捐500万剂疫苗有特别的敏感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 中越两国政府始终保持了密切沟通 春苗行动最终得以顺利开展 就是这种沟通的一个证明 第六 中越党和政府有着友好的传统 两国的交往已是平等和正常的 对于疫苗 该购买的就购买 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 两国民间公司来进行购买 第七 置于援助 越南是中国的众位邻国 越南疫情失控 中越边境和在越中国人都将受到波及 不仅是越南 东南亚国家都是如此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一直本着最大的善意 愿意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 外援助 是中国出于友谊和人道的考虑而为之 以什么样的方式援助 取决于双方的相互协调 但最终取决于中国的意愿 中国疫苗生产链功不应求 订单排起长龙的情况下 越南竟然狮子大开口让中国捐500万剂新冠疫苗 即使是乞丐也没这样讨饭的 越南哪来的自信 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日本都曾陆续捐赠阿斯利康 莫德纳疫苗等越南拥有重心捧月的错觉 他们认为中国免费捐赠 显得顺理成章 中国民间对越南有个白眼狼的说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